再换个角度看 这个汤色多清 再换个角度给大家看看 开了背 左边有怨堂路广州 这边比较稠 这边比较稠 反而这边更贵 Hello 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石井潭川 今天是星期六 女儿没有和我们一起来 当然来这些地方 他在不同的地方一起来 今晚我们会去在这附近 最老自豪的一间饭店 吃晚饭就叫做 就叫做保光楼 不知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我真的从小听说过 亦都去过两三次 去吃饭之前 我们当然去市场走一走 买点食物先 话说广州在我认为中 有两个潭川的天河 一个就是石井 这里的大姓 其实不是姓潭 虽然叫潭川 一个是我们刚才听过江川 另一个就是姓灵 即会当灵绝顶 那个灵 话说灵镇南 宋朝抗原张岭 曾任广东都统 官丰异品 在南宋期间 他就举家迁渡过来这里 就在这里定居 形成了潭川的地方 老实说我们未必买 有些新奇古怪东西 可能会出手 因为如果你回到市区 附近市场都有 价值又差不多 其实真的没有必要在这里买 水果昨天又买了 这个叫石井综合市场 有些是户外 很多都是室内的 但里面是挺难的 我们户外轻轻走过 老实说真的不算极为精彩 我们进来市场里走 看看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东西 知名看到是在买面包 说实话我们是小肚子 等一会去保光楼 在这里驾车过去 大概5、6分钟就到了 所以不必买了 不过说不买 这招 白云区的招都是这样 我们都喜欢钓着买 是方便看 因为是怎样 肉档也是有的 也有不少的 因为它在这里够大 所以你会感觉 哇 那些肥猪肉 哇 夸张到 因为这里外来人口比较多 很多人都喜欢买这些 酱菜 醃了那些食物 市场就真的不是很多人 可能我们来的时候 不是太好 一来被他找到些猪骨 这些猪骨 还有一些猪骨 17 17 买了一块猪骨 一进来便被我们找到 又是上次我们在哪个市场 我都不记得了 上次买到的桶骨 又是有油那种 这些好像还要不太胖 便宜一点 上次买了30多元 这些小一点 因为这里是室内 所以其实肉都很新鲜 很多人买东西 再来 哇 还有很多冰鲜鱼 不算很便宜 但是有 也有不少选择 话说 其实我是很小的时候 跟妈妈来过石井潭村 她当时过来这边开工 是的 他们有个分工厅在这边 她整天要来这里 会陪她过来 他们当时分工厅的同事 很喜欢去补光楼 刚才我们有计划 去另外一个地方 因为去另外一个地方 所以才是石井 后来 刚好开车 我去到补光楼门口 我想说 我一个老婆都记得 想说 说不出什么名字 说不出什么名字 突然就出现在我面前 真是巧 那些鲜鲜很大 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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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可以 是的 不吃的 龟不吃的鲜鲜 真的挺漂亮的 开价70 买得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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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不要了 吃得太多 又是那句 因为我们明天 又会出去外面拍摄 可能会 在下午4点、5点、6点 才回到家 买了些蔬菜 孔骨 明天都可以 晚上来煮汤喝 室内部分 真的算大 地下都算干净 没有一口一口水 那些都算干净 然后始终在白云区 价钱肯定不好 一来地租便宜了一大部分 对吗 又不会很窄 有些人买电用车 进来都可以 刚才那辆龙用车 即是那些大型的三轮车 有电那种 直接开进来 真是浪费 始终在白云区 又是刚才那句 价钱真的不太贵 我看到 萝卜的过三 我想除了那些龙户 自己拿出来种的之外 价钱也算比较便宜 因为这里很近 光蓝果批 白云区是最大的市场 买菜 买水果 都是去那里 我想光蓝果批 不算是广州最大的 应该是华南最大的 所以这里自然 农产品价格都不会太贵 但始终外地人多 卖辣椒的又特别多 全部都是辣椒 秋葵4元一斤 虫草花才交关 虫草花只有4元 还有借卖 这么快有借卖 8元7元一斤 这些是什么 这是爆米花 是这样的 8元鸡借 上面还有头 有头有尾 老板娘妙眼斩借 挺厉害的 你叫我弄 我自己就吵架了 骨头尾不要了 有头有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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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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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娘妙眼再来看 8元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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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轻轻买了些东西 价钱也挺适合 现在我们沿着石井河 回去拿车 再去吃晚饭 这里最出名的是什么 河 就是石井河 当然是石井 这条河刚才弄到 对面还有 还有一间很大的河校 但我忘了去到 再给大家看一下 不过我刚才驾车 来的路上 一来我又不懂路 那条路很难走 那些车全部 连七八都飞来飞去 去到一半 还未见到 保光楼之前 我真的打算走 还好 看到保光楼 就是这么多东西 我们买了 8元鸡 17元 花了25元 那么大堆 如果你再买一条菜 今晚回家煮饭 吃就可以了 还有饭后果 饭后果还要不止一餐 这里又有一个池塘 不过也是不能进去的 刚才老婆在说 昨晚我们买的池很好吃 当然我也有吃 真好吃 既然来到附近 又看看附近楼价 我先看最贵的 2100 封道花园 就在前面 我知道 2100 三房一厅 挺浇灌的 接着 下面也有些贵的 四千多元 不过是三房 两厅 两位 住了很多人 再来 便宜一点 千多元 500元 也有 文水文电 500元 再来 如果你买的 这个是 封道花园 在前面 2100 左边 还交关 石井河边 102方 三房有证售 73 这里挺便宜的 当然 住环境 跟西关那些不同 上一集 和大家看过的 桂园上品 7万多元 一平方 7万多元 这里就慢松一点 那里是华桂路 这里是石井 这里挺浇灌的 还有影剧院 早知道刚才停车来这里 多少钱 5元一小时 刚才停了10元一小时 刚才停了10元一小时 刚才停了酒店门口 10元一小时 嗯 这里5元一小时 走吧 这里就是刚才所说的 风道花园 这里是很近石井河 上面还写着两个风道 挺搞笑 这部车和我那部车一样 带来做警车 面前这个位置叫白云区 就是金碧新城 所以可能有地铁站和石井河 这么漂亮 你知道在广州 但凡有看到水的住宅楼 都买得特别贵 潘如大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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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云区花都 往北的地方 往北就少 在白云区有得河 这部车算是大一点 不要说平时没有水 真的只有这个 近珠江边 越往南越多 越多河冲 往北是美好 走到这里才看清楚 刚才不是港瓦 居地图软件傻 白云港瓦实验学校 你当是私立那种 只不过是港瓦学校做的 终于找到座位了 话说这样 刚才我打算找到 保光楼的历史 真的很多都找不到 只找到一个叫做 鸭江南路的地方 除此之外 真的什么都找不到 然后我就查到了 他们这里 1985年就开张 真是厉害 先读一下 他们1985年开业 应该是大概 八八八九左右 就开始知道他们的补号 及后至于几岁 我真的不记得 环境没有现在那么好 那时候1985年 看看有什么吃 首先看看特价菜 大厅特价菜 小炒王18 最便宜小炒王18 最贵的水晶鸡 78元的价钱 经济实坏 为什么呢 这里附近很多都是厂商 那些人来吃的 有很多在广州的轻工业 那些厂商 是搬来这里的 所以为什么我经常说 来这里吃就是这个意思 我记得 保光楼最出名 应该是那些包点 这个就是榴莲薄饼 终于找到1985年 他们最出名就是月饼 但现在当然不吃月饼 各种包点 既然叫保光楼 不是保光大到的保光楼 大多数都是传统的粤菜 这些鱼有多少选择 我就不慢慢读了 旁边桌 软正椰黄灯竹丝鸡汤 23元位 试试它 就是这个 23元位 青腩肉汁都忘记了 一月叫一份 和两份饮 栽米 就是他们的招牌菜 八宝鸭 不过是要预订的 158元 一来 第二个招牌猪脚姜 也是他们的首本名赛 我就知道了 不过由于小时候 就不是太喜欢吃猪脚姜 无原品尝都像不像猪脚姜 先带着 另外做得传统的粤菜酒 当然不如白切鸡 叉烧 露水平本 各样都挺好的 真是够大本 死了 还有这本才是1985 这里又有写 话说保光楼德岭 是来自保立江 一个动人的传说 后边我就不慢慢到 大家想知道 在这里按stop 就应该可以看得到 保光楼 石井保光楼 就不在保光大道 就是这样得明白 这个果汁猪扒 我们之外 生炒骨都不错 蒜香骨都挺好 还有金牌手扒骨 我记得以前也是吃过的 6元一件 要什么 伊面扒大虾 好啊好啊 一说几下我就说好了 不用听到后边的 还有冬菜精肉剪 就是这个了 上面应该还有些 松草花 这里交关 拿张纸也算了 还要是手写 真是够了 怀旧 我们点了四样东西 竹丝鸡茄子煲 大虾 还有煎餃半搭 除此之外还有早茶 好像是八折 还是不知道 我忘记了 在楼下记得到 吸引 是不是很坏 我们点了 就是椰子炖竹丝鸡 刚热热热 冬上来 汤就送了上来 看看有什么材料 整个有的 有红组 有红组 很厉害 我要这个 这些路字号 没有花架 汤色很清 再碗的课底 汤色很清 很少人 好像我们两宫 一人一宗 多少钱 20多元 很香 很浓 有椰子的味道 第一口就是这种味 鸡的鲜味 还有这么大块鸡腿肉 用鸡腿肉来炖 炖汤也有 我想象中 通常炖鸡汤 都未必会用这些 用这些 用没有那么好肉的地方 真是搞笑 用鸡腿肉 鸡腿肉 一夹下去 就散了 炖得够火候 就是这样 用筷子 已经将鸡肉 全部夹开了 对吗 夹开了 夹下夹下 剩下鸡骨 有时 炖得再厉害 鸡肉也可以吃完 继续喝汤 喝完汤就吃饭 嗯 很甜 很甜 嗯 很甜 嗯 非喝茶时段 也有饺子吃 为何我们知道 其实也是在隔壁 隔壁 隔壁应该是这边 吃饺子 这边是喝汤 还有 椰子壳也打包酒 可以这样操作吗 可以这样操作吗 哦 说明它的椰子壳 应该不会太多 可以带走 对呀 真的没有味道 这个饺子挺特别 它和我们平时喝茶 茶流 五折的煎饺不同 它里面 除了肉馅和韭菜馅之外 还多了很多沙果 和一些云耳和红萝卜 所以在口里面 会有更多不同的层次感 但是呢 这是次要的 因为我喜欢煎饺 最重要的是它的皮 这个外皮 这个外皮 它够脆薄膨就好了 其他也还可以 足够了 要不然我们 还有蟹 好 在我吃饺子的时候 这个了个茄子煲 又不叫煲 它是用碟上的 这个特价菜 有十多元 这些是要配白饭的 茄子的茄子不要做到很老的 有些做到很老的 然后有虾米的味道 但也找不到 挺过瘾的 究竟放了些什么呢? 这里有块肉的 而且18元也不要苛求太多 就是靠来送饭就可以了 送饭 上星期那集片我都说过 有时候吃茄子煲是很矛盾的一件事情 你又怕它不够味 你又怕它重味 做茄子煲一定要拿捏得刚刚好 这里也刚刚好 它不会有汪油在这里 少量当然有 如果油太多 你就很难取舍 究竟吃好不吃好 送饭好 真的好 我们还有一道菜 应该是虾 美极虾 等着美极虾 慢慢等美极虾 先呼万门 就肿出来 用手的美极虾 想不到它用这种虾 真是的 这种是罗氏虾 或者叫大头虾 我以为它用这些生虾仔 什么钱 38元? 哇 哇 那些虾 哇 很美味 吃美极虾 你就要就这样咬 嗯 那些虾 它炸过的 但不算很重手 这种假话 细咬下去之感 会松滑 轻驶走 这是经地 调味好 我总结吃到最后 切碎中 anc flip 食吃很轻 你不会把配合 capt metabolism 它不浮か 含有高 有点 本人是非常喜欢吃虾的 尤其是用美极虾的做法 通常美极虾炸得很过火 有时候也很好吃 有时候虾也会很小 不停下不停下不停下 会碎到舌头 大家是否有这种同感 至于刚才提到的问题 似乎也不多 如果还有一种做法 用茄汁煎 也可以做到这样的效果 芝士 芝士就不会了 收你38元 刚才我们问过部长 他们是可以加面底的 不过他问过厨房 今天面不太好 没有加到 就变成白饭 他不会按摩那部机 他不会按摩那部机 我认为他说不漂亮 不能够面底 最好吃的是这个位置 里面又有味 它是挑了虾线 又有少量高 这个有少量高 不太多 再换个角度 给大家看一下 都开了背 我已经想专心吃虾 吃了这么多 想不到 试了少少这个 一看上去就垫底 原来也有味 嗯 嗯 米粉 米粉 炸过 米粉 挺有心思的 好 我们吃饱饱了 最终埋单是$109 老实说我真的不知道多少钱 我要回去慢慢查查才知道 然后呢 我们现在未够时间回家 我们不如去5号停基坪行一下 吉之岛 开了20分钟车 我们来到5号停基坪 即是以前机场的位置 我们去哪呢 去行吉之岛 吃饱饭 过来山下 这里还有胡桃里 酒吧 相比起大极品 我都喜欢这些 我们在这儿逛街 有很多食物 又有这个披萨店 再来呢 又有唱卡拉OK 还有刚才经过那个 那个喝酒那里 只不过音乐实在太强劲了 那我没办法 小房啤酒套餐 唱六个小时 有很多啤酒喝 OK 甚至乎一年 绿色咖啡店又有 看这个 总有一间在你附近 写了时间 酸检测店 再来 进来这里 可以看到 这里有个榜 其实都挺 以我的认知 挺准确的 这个Live House 是很厉害的 酒吧 只不过 一来我不好 二来 我的影片拍了都没用 那些音乐出不了街 否则可以拍一条影片给大家看 Live House 有时候里面 还会有演唱会 即那些mini concert 很厉害的 哇 连喜茶也有了 这个 食食尺 喜尺多多 19元 是我们三四年前来过一次 三四年前 我刚刚拿车牌 三年多 就刚好 我不是说拿车牌 我是说去白云机场搬走 这块 变成一块烂地 这里只有吉斯堡看 至于我的商场 我仍然没有这样 嗯 我以为老婆说 我们上一次来这里 那时刚刚拿车牌 拿完车牌 吃韩国菜 整个菜就来这里 买东西 很开心 现在就自己开车过来 更开心 你知不知道这里是谁 因为他们唱的TVB 那个节目 穷了 周围都是他们的广告 再来这里又是买零食 那么吉斯堂呢 就在这里进去 我们喜欢吉斯堂 他们会把所有差不多的东西 都放在一起 比如说你要去 有吹风机 又有竹签 还有一个设计 甚至乎整箱汽水都可以买 乌冬面 以前我们经常买乌冬面 没有那个 没有酱的吗 对 没有酱买来做什么 对 这个没有酱的 没有酱的 10元9毫 售土牌 没有酱 不买 还有很多 这些干面 它的价钱是9.9 兆庆铲 还有刀削面 也是9.9 全部都是这些 这个是什么 这个叫做炸鸡椰 这些呢 就放进去 11元 那个叫什么 空气炸窝就好了 11元9毫 还需要去肯德基 这个中数是8.18分 8.4个字 星期六晚特别多人 挺热闹的 以前我们经常去中华广场 北加亚买鱼蛋 不知道这里有没有特价优惠 这个是什么 四海 它整个可以 参丁的 这一种 多少钱 15元9毫 还可以 咖喱酱还可以再吃 再来到水果区 这个鸡椰 看上去 不是很大 为什么上次来好像很大 它可能那些位置 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正正 四四方方 再来我们 想找一下一些 烏冬有酱那种 刚才那种 没有酱 这里又有丁练 这种我还没吃过 是不是很好吃 福光风味拉面 这边就是售土 等我看看 有酱酒烏冬练 看来少一点 看到吗 我刚才有种子 这个 不过跟刚才那样 没有分别 这个 再来这个 这个 都是没有酱 只是烏冬练 车仔练 但是这个 有酱 有酱的 三分装 五元一包 五元一包 对了 在这个位置看到是有酱的 又或者上面这个 这个应该是 五元一包 不如直接去便利店买 哈哈 看来不太划 放弃 不买 不如在家吃个挂面 比较好 十元 不是啊 看这个 英金钱 鲁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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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半头 十元 这个是没有豆豉的 这个 可以的 炸鲁鱼 买一盒 不想煮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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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几时不想煮菜 哈哈 炸鲁鱼 其实炒油麦菜 好吃 跟着前边的 买包包 我们肯定不买了 几天才卖过 还没吃完 看有没有点心 冰点心 没有必要 我们常常吃点心 还有一袋 这里卖奶黄包 又是十元 饭头 这些是饭头 十元 鲁鱼 不是买的 不想煮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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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他拿了一包 隔天早餐吃 哇 现在连这些 都送过超人闪卡 接下来买酸奶 究竟是大尊庄 大色的 亿力多 看看再说 有六排装 整个袋 二十周年 我们想买这一款 就是本地牛奶 左边有厌堂 老广州 这个是稀 这个比较稀 比较稀 这个比较稀 比较稀 这一款 十元三支 有一个银 以前便喝这一款 这个是180克 这个是180克 这个也是180克 这个也是180克 香满流 最底就是这个 这个也是190克 但喝完便会多个瓶 风银 广州本地牌子 广州本地牌子 其实银行也是有出这款 但是中午之后 我们不知道做什么 我们又买了这么多东西 再看看 差不多是时候回去 都是这个区域最吸引我们 至于寿司等的 我们应该不会去看 大包的薯片 其实只有三包 也不太大 他昨天好像买了这个 我女儿昨天好像买了一包 大 吃光了 很厉害 我们经常在街边玩猫 我们决定买猫 在身边 到时可以哄一下猫 越小包装越好 这些是散装 散装 这些 散装 到时它散装出来 就不行 你又不可以买很贵 到时那些东西 开了不吃 那就糟了 又或者人家主人 以为你 刀他的猫 不就死 这个 这个你买了 你不是要分开 对 要分开 好了 经过多方考虑 决定买一包 10元8毫 平时 我们去玩 别人的猫 玩多 起码都可以 请别人的猫 吃下 可以玩多两下 可以玩多两下 最主要是 我们就到那些钱 刚好 100元 那就不用给停车费了 又完成愉快的一天 我们也是时候要回家了 要听各位观众 下集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